这个男人对自己太狠了 在冰天雪地里沉睡了足足五百年 今日突然被唤醒 男人颤颤巍巍地从冰床滚下来 从满是符文的后背就能看出 这个男人不简单 只见他缓缓地站起身 轻轻一倒 手里的剑顶就变成一把利剑 随后男人来到了精灵王宫 面对阻拦他的剑 只是一挥手 因为便被击飞出几十明月 看到闯进来的陌生人 两位王子拔出武器如银大地 能悄无声息地来到王宫 可见来人的不简单 男人缓缓沾下头套后 国王不禁反省 上前和男人来了个碰头领 男人叫亚拉农 几十年前曾和国王并肩作战 而且他还是四经大陆仅存的一名德鲁伊 亚拉农告诉国王 他是受神术的召唤而来 现在神术的状态极不本地 于是他们来到神术面积 情况很糟糕 亚拉农感受到神术即将枯萎 神术的每一片叶子 就封印着一个恶魔 一旦凋落 恶魔就会从封印中一个个释放出来 他立马要求国王集结军队对抗恶魔 一边的大王子确实反对意见 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恶魔 没有必要为了一个传说兴师动众 看到国王也不为所动 亚拉农只能气愤地离开 去寻找一个叫山姆的男女 而此时山姆正守在母亲的床前 他好继一切想要救治病重的母亲 但依旧无力回天 母亲交给他一个小不蛋 里面装有三颗精灵石 这是山姆父亲遗留下来的 每一颗都含有惊人的魔力 至于怎么使用 需要山姆自行摸索 山姆认为母亲这是在说胡话 世界哪里还有什么魔法 但母亲却坚信不疑 他用尽最后一口气 让山姆去掉德鲁伊 说完便撒手人寰 埋葬完母亲后 叔叔告诉山姆 他的父亲就是因为这三颗精灵石而死的 让他有多眼人多余 否则会给他带来灾难 虽然山姆表面答应了下来 但这是母亲留给他唯一的遗物 他哪里舍得丢弃 与此同时 精灵医师发现神树身上出现了红色的蜿蜜 他立马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了胡萌 根据记载神树甚至连颗叶子都没掉过 怎么可能会生病 然而就在精灵医师再次返回取样时 一片叶子迅速地枯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